這哥哥有一點類似 我們所謂的烈死者的人格特質 在這個烈死者的眼中 他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怎麼滿足我的需求 另外一個怎麼樣去除掉 擋在我眼前的絆腳石 那我想可能因為爸爸 就是把事業交給他們 所以對他來說 弟弟可能是他事業上的絆腳石 或是說他覺得弟弟 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他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滿足那樣子 所以當他看到弟弟爬那麼高的時候 他就看到那個機會 他可以推掉 就是除掉他的機會 所以他立刻衝過去 把他的梯子給推掉 所以有些人會說 是不是因為走禮的關係不合 其實我還是會覺得 那是合理化 自己的行為 阿里山有一座老茶廠 交由兩個兒子共同管理 日前小兒子從鐵梯上 對不起鐵梯上疊下來 頭部重創送醫 他原本以為自己是自摔的 結果吊月監刺器才發現 是哥哥把梯子推倒的 到這裡的時候 毛更康就開始殺殺 雞皮疙瘩是跑起來了 而且旁邊有一個女子 在事發的時候 還能眼旁觀 來給她看一下 這裡有個梯子 這個就是他的弟弟 藍色衣服這個是哥哥 他把梯子弄倒 讓弟弟摔下來 然後這裡不是有個女生嗎 太太 結果這個弟弟梯子刻意被弄倒以後 跌倒在這裡 這個頭部重創 重創 這個女生走過來 在旁邊冷漠地看 這樣 很多人懷疑 她是她的嫂嫂 就是她的太太 這樣子 然後弟弟跌倒 爬不起來的時候 他哥哥死力地拉他 照理說我們會看 他的傷勢情況怎麼樣 對 有沒有骨折 那現在的弟弟脊椎受傷 必須拿拐杖走路 這個我想請教一下 崔本 什麼樣的心情 會把梯子拉開 我覺得這個哥哥 有一點類似 我們所謂的烈死者的人格特質 在這個烈死者的眼中 他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怎麼滿足我的需求 另外一個 怎麼樣去除掉擋在我眼前的絆腳石 那我想可能因為爸爸 就是把事業交給他們 所以對他來說 弟弟可能是他事業上的絆腳石 或是說他覺得弟弟 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他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滿足 那樣子 所以當他看到弟弟爬那麼高的時候 他就看到那個機會 他可以推掉 就是除掉他的機會 所以他立刻衝過去把他的梯子給推掉 所以有些人會說 是不是因為走理的關係不合 其實我還是會覺得 那是合理化 自己的行為 因為他還是去做了這件事情 所以他還是要為自己的這個傷害弟弟的行為 負起責任 而不要推給其他的在旁邊的人 那的確有可能 他可能會被影響 但是這個行為還是你自己做的 還是不能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好像覺得這樣好像罪惡感會變小一點 好 這個 隨進之前也賣過一個案件 這故事是怎樣 這是一個在臺北南港的一個樓店 因為當時賣這個樓店的時候 是一個朋友介紹的 後來我才發現到 他那時候賣的價錢很便宜 因為那個時候銀行的估價說 我就算銀行估價 我願意用一千五百萬到一千六 貸款這個房子的霸乘 可是那時候那個屋主就說 他只要賣一千二能夠蓋過他的那個貸款就行了 還有留一點錢下來 我們就很好奇 後來我去了解到說 因為他這個房子是弟弟的 那當時父母留下來 給他們房產的時候 就是弟弟有一間 那也有給哥哥 然後哥哥當時跟弟弟借這個樓店 做一個辦公室做生意使用 然後因為弟弟那時候 因為做生意拿房子去貸款 然後後來慢慢的就是經濟上 因為景氣不好 他的貸款快還不出來了 所以就跟哥哥說 能不能就是請哥哥幫忙 因為那時候他用很低的租金 去租給他哥哥 現在就是說他房子可能要賣 或是說請哥哥幫忙 看能不能幫忙出一點錢 先讓他渡過這難關 可是哥哥就是想方 就是後來我們才知道 哥哥想方設法 想要去阻止 就是有點像是 房子賣 對 阻止弟弟去賣 他就是哥哥想要買這個房子 然後用很低廉的價格去買 他哥哥透過他周遭認識的仲介朋友 還有反正那種就是中人去跟弟弟說 我願意出多少錢買這個房子 要不然就是或者是說設計 就是讓弟弟繳不出這個貸款 然後讓這個房子送法派 然後哥哥在找人或自己去法院 法派的時候把他買下來 他本來一開始弟弟不知道 後來是有人跟他講 然後才發現哥哥竟然是想要設計我 設計說我的房子便宜給你 你還想設計我把房子便宜賣掉 然後只想要清障我的這個房產 然後後來他覺得就是他心裡氣不過 然後他那時候透過朋友 跟我們就是找我們說 你今天只要價格出的價格 能夠蓋過我的貸款 然後讓我留下一點錢 我就願意把這個房子賣掉 所以那時候成交價是在銀行 雇有一千五 那時候他說我就賣一千兩百五十萬 只要你賣得掉 我留下一點錢 我就這房子賣給你 然後後來這房子賣掉的時候 其實他的哥哥到那時候因為知道這件事情 跟他有一個很大的吵架 就是就是有一些爭吵說 你為什麼寧願賣給外人 都不願意賣給我這個哥哥 他就講了一句話 我今天你因為便宜賣 都不會賣給你 是因為你竟然聯合外人 想要設計我的房子 只為了侵占我的房產 為了能夠低價買到這個房子 人家今天出的價格 就只要能 而且我賣給你之後 我的錢還沒有辦法還我在外面欠的 銀行的貸款 還要跟他借的錢 我還不清 但是今天人家願意出的價格是 他雖然說銀行的見價有 但是你連別人的價格都出不到 那至少人家願意用這個價錢買下來 然後讓我還掉我的債 我還留下一些錢可以生活 那我你會賣給他 我也不會賣給你 而且就是主要是你設計 我所以那時候哥哥就 就是弟就很不諒解 這件事情 結果兄弟就鬧白了 你有兄弟嗎 我只有一個妹妹 只有一個妹妹 那個律師呢 我有一個哥哥 一個妹妹 一個哥哥 那哥哥如果跟太太掉到水裡 你會救死 陷阱題 好可怕 從來沒有人正常的回答過 太太 太太 沒有 我哥哥會游泳 我哥哥會游泳 那你有兄弟姐妹嗎 我有 兩個妹妹 兩個妹妹沒有兄弟 我又不要問我老婆跟妹妹 這答案不標準 那你老婆跟妹妹掉到水裡 你會覺得 妹妹 你這樣還想跟他和解 開玩笑 開玩笑 只要誤會會更深 那請問為什麼 別人說這個手足從小到大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會覺得這個弟弟逆轉 因為通常我們都是哥哥照顧弟弟 然後就是會讓弟弟 可是這個家庭 我覺得他們家 大概所有的資源 都是給哥哥使用 就是逆轉的 所以就等於說弟弟的房子 用最便宜的租金給哥哥用 然後哥哥還是要把所有的資源 用最低的價錢 然後獲得最高的利益 我覺得可能這個過程當中 弟弟的那個心 真的是碎屍完斷了 已經太傷心了 沒有辦法能夠接受這樣子 這麼不平衡 這麼不平等 我把所有的好處都給你 你還這樣對我 我覺得他有被背叛的傷痛 就是如果被背叛的傷痛 當然最後還是會寧可把這個房子 賣給一個別人 而且我覺得像這種 像他哥哥的做法 會取得最大利益 就算我賣給你 你未必會把錢給我 你可能可以不給 你就可以盡量不給 我覺得他賣給別人 真的是太正確的抉擇了 其實我在外面有很多兄弟 就是說朋友比兄弟弟好 對對對 很多 是不是兄弟弟 比兄弟弟好 比兄弟弟好 這也很多 對啊 這樣就彼此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有利益關係的時候 周老師這邊有一個客戶 從小 姐姐從小就把他當成眼中丁 對啊 這個真的是他是兩姐妹而已 家裡就是他們兩姐妹 其實他的妹妹就是他們兩個姊妹差六歲 所以說因為他這個 本來他就是爸爸媽媽的那個 好像公主 他是一個生活過的 非常非常的好的 但是但是待他六歲的時候 他才生了一個妹妹 他媽媽又再生了一個妹妹 那個時候這些已經都發生了 就會被爸爸媽媽開始一直聽這個妹妹 所以他對他來講 可能是有一個 是怎麼可愛嘛 對 他就是一直覺得說 他的感情 他的那個什麼都被分割去了 所以從小那個時候 應該講說妹妹一兩歲的時候 他都會 跟爸爸媽媽沒在的時候 都給他掛 東西給他掛就對了 給他掛就對了 所以從小就是一直都是這樣子 而且修理到就是沒有傷口 對 從小就是警總的訓練 從小就是這樣的 所以兩個人真的都很厲害 很厲害 他們兩個他們有時候 姐姐都有時候都用忍暴力 這種的情形 這個事情是妹妹來找我 在說的 結果他一直到我大後來 家裡自己有一間去家庭 那因為爸爸走了以後 媽媽想說去家庭 因為他們就變成要有兩個繼承 那個家庭的名字是爸爸的 結果就要有這個繼承 你知道這個姐姐 他就是一個觀念 他說一定要公平 一定要對分 對分你現在一間家庭 媽媽的意思是說房子 就是說有拿一些錢給你 或是讓你家庭下來 你拿一些錢來給妹妹 但是他就不要 他不願意 他一定要把這個房子賣掉公平 他就這個事情 媽媽是蓋到這樣 兩千萬賣掉 一個人分一千萬 對 他姐姐就是這樣 但是妹妹是 他不再嫌高 他從小就一直被他打大的 就是都一定給我 一直扣扣大的 他也不會計較 但是問題是 媽媽覺得這家庭 現在是爸爸不去 但是這家庭希望留下來 就是看給姐姐也好 給妹妹也好 但是問題是姐姐不要 一定要把這個房子賣掉 一人一半 他一定要公平 他從小就認為爸爸媽媽媽 不公平 所以他就一直在欺負 其實是不是不公平 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我也有看過 兄弟子 為了財產 大家這樣燒炸 炸到後面又打官司 這樣 那有的人是不是天生 就沒有手足的緣 這八字裡面 他有說 就是兄弟顏薄 兄弟顏薄 兄弟顏薄 兄弟顏薄的人 因為在八字裡面 有一句話叫做 筆節真財 所以他會賺的財 因為你要想說兄弟子 就是要來賺這個財 因為兄弟他就是同樣的一個 因為同樣才叫兄弟 兄弟一定會賺這個財 所以他這個財會分掉 所以通常這種經驗就是 只要是兄弟子 一定都自己賺真財 所以說兄弟子 如果他們都沒有財產 兄弟的感情好嗎 他就是會比較弱 所以兄弟 有一種就是相輔相成 有些人以前 以前你看大小 人家說好 好人要做什麼 做大小 工庫人一定要做小小小 你好人做大小 你就是 他就有時候奔 奔多了 所以如果說工庫人做到大小 都是要盜做 一直做 從小孩就是一直做 都要盜做 到要在盜的時候 小小孩盜最多 我覺得以前有一次 誰講的 就是換寡而 不換寡而換不均 對 你不怕要做 是怕要盜不公平 你看那個財團 幾個青葉 聽得像是幾個 糕到 那就是什麼 不均 如果是不換寡 你如果都沒有財 就沒事 沒事 大家電腦感情好 以前的人說 這五個青葉 做出來都不平 要怎麼捐 捐不了的 所以有意思 你要不要把財產都交出來 我怕你 我是那個寡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沒有這個問題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